刚刚大使有说 如果是真的花了这么多的钱 9400万 那么去lobby去游说 希望陪洛西议长 或是其他的重要人物 来台湾访问的话 那么是不是执政党 应该针对这个部分说清楚 为什么呢 花了这么多的钱 但是我们得到的是什么 得到的难道是换来制裁吗 好我们看到这几天 在这个陪洛西来访之前 之中以及之后 陆陆续续呢 台湾都受到了一些经济上的制裁 包括了他在来之前的第一天 大陆海关总署呢 就在深夜禁止台湾 100多家的食品进口 然后呢 这里头包含的 大家都很熟悉的 像是台湾的企业 郭元义拉 维利 卫泉 泰山等等 那么接着呢 在3号呢 又传出了暂停台湾的葡萄柚 柠檬 还有橙柑类类的水果 白带鱼 还有冻竹甲鱼 等等的进口 现在又传出包含了 台南的麻豆 我要问一下杨明 因为呢 怎么会换来这么多的制裁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包含了斗六的文旦 这些文旦农都哀好了 为什么呢 大事大事了 接下来是中秋节 准备好了这么多的东西 准备这么多的农产品 要出口 没想到这一定下来 什么都没了 那这些我们是要自己吃吗 而且这算一算 加起来大约有8亿元 那怎么办呢 我先讲一下那个游税的这个部分 因为我还特别去对了一下 就是说有一些他那个时间点 跟我们台湾跟裴洛西的互动关系 比如说今年的4月2号 驻美代表处 他在那份资料里面列出10.8万美元 而裴洛西原本是4月10号 要来的 因为确诊嘛 所以那这一笔跟这个行程有没有关系 这是第一个疑问 这是一个疑问啦 我不敢说 因为外交部就讲了一副 今天只要讲 把这份资料拿来引述的 就是什么 要去刑事局报 报案我的天啊 他已经报了 对 好像一副今天引述 如果今天这份资料 真的是美国司法部的 那就是有这么回事嘛 只是这个跟裴洛西访台 有没有连结 这是不一定的 但是外交部也不愿意跟你说 他就跟你说 我们什么预算啊 我们这个都有被立法院监督 我告诉你那都是机密预算啊 立委看了还不敢讲 这些全部 我讲这个外交部在处理 这些机密预算的时候 真的都是 6月份联合新闻网就曾经 联合报他们就曾经 揭露过一部分的 这个所谓的对美游说的 这个公关费用 就是有些甚至只是打通电话 打了两 他们其中一个说打两根电话 花了300多万台币 那可是老实说 你说这个如果今天能够达成目标 你说划不划算 划算 今天外交工作这个东西 没有办法量化的 但是我再对了一下 比如说2022年的1月19号 民进党是民进党 给了95万美元 这是非常巨额的这个款项 然后赖清德在10天后过境旧金山 那在这个饭店与裴洛西视讯了30分钟 这笔款项跟后面这个事件 我不敢说它有连结 但是10点点非常近 在2019年的7月4号 有这个驻美代表处去 这个给了13.2万美元 那蔡英文总统 那个时候出访中南美洲 过境美国的时候 有跟这个裴洛西这个通话 通了电话 他这次裴洛西来的时候 所以这个lobby是不是有关联呢 对就是说这个是不是也有关联 那另外同一年2019年的10月9号 裴洛西还特地在国庆前一天发贺电 祝贺这个什么台湾关系法 什么40周年等等 是不是有关联呢 是不是有关联 再来2019年的1月28号 一样是驻美代表处 给了5.35万美元的这个经费 那一年的三月份 蔡英文一样是出访 她说是去这个大洋洲 那过境夏威夷也与这个裴洛西通话 所以这些种种的 那包括那一年的7月份 郑文燦是直接 你看最近郑文燦不是秀出 她跟裴洛西的合照吗 是不是也有关系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 如果这件事用的是民进党的钱 那我们就争议这边 也许她党费 但是不要忘了 民进党一年拿我们国库 这个政党补助金多少钱 2亿多啊 一年民进党 我们因为她的政党票的关系 一年她可以拿到 从国库拿2亿多的经费 是不是某种程度 也等于是拿纳税 间接的把纳税人的钱 变成他们所谓 对美游说的经费 如果是他们自己去游说的话 就如果你其实她自己募到的钱 她拿去用 那我觉得那是她党的事情 但是其他的都是 包括驻美代表处 包括还有经济部 对 还有这个 这应该不是党的钱了 那个国贸局等等的 这一些机构 那应该就跟台美的 所谓的经贸谈判有关了 那问题就是 这些官方的部门 都不跟你说 我们有花这笔钱 我们花在哪里 用在哪里 不能讲 可是美国这个官方 都会有相关的记录 因为依照美国把游说 变成他们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事业 就是说他们国内的 这个游说事业 其实是非常蓬勃的 所以我想这个事情 第一个我讲 这个游说的事情 就只是告诉大家 原来我们的政府 常常在花钱 但是他不会告诉你 他花到哪里去 这些钱他都说 立法院有监督 但实际上 能够看到的人很少 好 这个钱 再来我们讲制裁 现在的制裁 我们要来看 就是说 其实第一个我要讲 我想讲的是 北风与太阳的故事 就是大家就知道 这个一个预言故事 那北风跟太阳比说 看谁能够让一个旅人 能够把衣服给他脱掉 两个人比 北风怎么吹怎么吹 他越穿越紧 然后太阳一晒 因为太热了 所以他就把衣服脱下来 所以这个某种程度 我觉得中国大陆 应该要思考一下 两岸关系和缓的时候 彼此的互信互动 理解是真的非常多 那当今天两岸关系 当然这个不会是单方面 这个也是就所谓的双方面 就是当我们的 这个中华民国的政府 这时候我就要特别讲 你知道蔡英文 我还算了一下 她昨天在裴洛西的 这个讲话里面 她的几个关键字 讲到几次 台湾讲了15次 美国讲了7次 民主讲了8次 台美关系讲了4次 自由讲了2次 台海讲了2次 中华民国0 她说没有讲到中华民国 没有 完全没有 所以刚刚这个 黄老师一开始召句 她说拿中华民国掩护台独 没有 没有 她完全不提中华民国 完全没有 其实这是让我比较讶异 因为再怎么样 你是一个中华民国的总统 那除非原来你今天这个见面 你不是代表中华民国 除非今天民进党 是用这样的来定调 所以这一段也就是说 我们同样把北风与太阳套用 那你旅客自己就跟两边在挑衅说 北风你们敢不敢来逼我脱衣服 我们来打个赌啊 如果今天这个故事变成是 旅客直接去挑衅两边的 那这个故事可能就不一样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想这个真正 另外裴洛西她在谈话里面 她虽然包括她推文里面是用什么 台湾Leadership有没有 她是用台湾领导人 其实过去民进党听到台湾领导人 是会跳起来骂人的 会说这个是什么打压我们国阁 但是裴洛西她昨天的支持里面 讲了Our countries 她是用附数我们两个国家 那这个某种程度是不是对台湾的一个所谓主权独立 她是认同的 那她嘴巴都讲说什么43年的台湾关系法 什么我们的承诺不会背离 一个中国不变 美国就是因为背离了中华民国 才有台湾关系法嘛 就是柯文断交才有台湾关系法 所以这种什么承诺什么不会背离 这种话真的听听就好 那最后换来这些制裁 老实说这个陈吉仲也好了 或是什么 我们看的每一次行政院 那个农委会 经济部 卫福部 食药署等等 说法永远都一致 第一个先打抗中保台 就是骂对岸阿爸 第二个说我们会有这个补贴 我们要把市场转移到别的地方 那我就问啦 今天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讲这个白黛瑜 白黛瑜消亡对岸的比例 出口比例之重啊 几乎是90%以上的 我们的这个产量 几乎都是往中国大陆送的时候 那怎么办 这些渔民他们的 那当今天中国大陆不收了 难道又要国军来消化吗 白黛瑜相对于石斑鱼 比较容易被国军消化 但是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把那个套路复制 农委会就会推出白黛瑜 几乎平价便当 有没有 台铁什么也会有了 搞不好买便当还送一颗 那个冒骨干 干局 对 那如果今天都是用所谓的爱国 就是说靠爱国心来救农产品 是没有意义的 那你有没有办法提早因应 把市场转移 老实说很难 因为这些产品不是台湾的优 你说几乎都是往中国送的时候 世界各国你有没有办法开发它的市场 老实说其实难度很高 所以我想这个整个农政机关 基本上只会玩抗中保台的 他们不是真心去关心农民 农渔民的这个权益 他们也真的没办法 最后永远就是那一句 我们不排除诉诸WTO 什么样子贸易障碍等等 老共没有在怕 老共真的火起来了 ECFA把你停下来 因为是台湾当年 反而ECFA是谁 还上街去抗议的是谁 就是你蔡英文 结果上任之后到现在也不停 那你觉得如果未来 中国大陆真的拿ECFA 如果中国大陆不再让利的话 没错 那怎么办 其实现阶段的所有的制裁项目 几乎都是因为不让利 就是原本我都可以对台的这些商人啊 这个贸易啊 农余产品给予最大优惠 现在我们就照规定来 当今天中国大陆态度越来越往这个方向说 你要这些从业人员怎么办 转航吗 去加入民进党拿党证就可以有钱赚吗 去当1450吗 不可能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像我刚刚讲的 总统连中华民国都不提 那中华民国的国民有没有在他的心里面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 校尾说到台湾有几个死穴 接下来问一下黄教授 因为呢我们看到这一次呢 导播请给我们看到第一张的图 那这一次大家很担心 因为呢我们看到说 另外一张第一张18-1 在这个有关于天然气的部分 因为呢这一次 刚刚看到说他的这个导弹呢打过来 其实很快可以到新竹 那很多人就讲说 包含在高雄港的部分 2025年之后台湾的天然气 将会占是整体发电的一半 但是呢中央大学管理教授梁启元 他就非常的担心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呢接下来如果以后呢 都是靠着天然气来发电的话 每一周都会有船只来到台湾 但是到时候我们看到这一次 这一次的军演 整个岛几乎都被封锁起来的情况之下 将来只要是共军封锁 运捕就进不来了 解放军真的是不用真的登陆进来 只要海峡封锁 或是长期的军演的话 台湾就会断气缺电 我来看到有多的严重 经济部今天的喊话之后呢 大家才知道 原来我们的石油安全存量是146天 但是天然气的安全存量 只有多少天呢 10到11天 碳煤的部分安全天数是39天 所以呢将来如果是军演 是变成常态性的话 三不五十三不五十 他就来进行一下 这个来巡视一下 那我们是不是 2025年之后 不要说那个时候 接下来 从这三天之后的军演之后 我们的天然气啊 因为占了整体的发电一半 到时候就很 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台湾要被封倒 被锁倒 被成孤岛 其实都很有可能的 对 这个在当时各位如果记得 像这个核四的公投的时候 这就是这个我们支持核四 一个很重要的论点 因为当然核电厂也会被攻击 但核电厂被攻击的几率小很多 因为大部分的这个对手 不会这个非常的不理性 去攻击核电厂 但是天然气储存槽 或者一般的这个火力发电 就比较有可能变成攻击的目标 因为攻击它之后 这个造成的影响会比较少 好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梁请元教授 他提到的这个忧虑 确实是这样子 为什么呢 因为好 我们先看这个 除量最少的天然气好了 我们就相信政府的说法了 好不好 10到11天 政府都没有灌水 没有灌气 不是没有灌水 没有灌气 都是10到11天 好 如果真的共军他三不五十 就在我们这些有天然气 储存槽的这些港口附近进行军演 那就糟糕了 因为这个天然气 它是比较特殊的货物 液化天然气 因为它这个液化天然气 从产 它产出来是气体嘛 我们把它液化之后才好装船 不然气体的体积太大 然后装船然后到了 要卸货了港口之后 到了这个储存槽 然后再经过手续把它变成气体 到我们看到了这个 不管是桶装的天然气 或者是管线天然气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我的这些 天然气的港口被封住了 我不能绕到什么苏澳港这些去 因为它没有接收器 那些液化天然气你没地方 难道先上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 技术上先上陆地 再用汽车载到 譬如说台中或载到哪里去 可是危险性很高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天然气 这个10天11天听起来好像OK啦 但其实真正在如果有这个军事威胁的时候 其实只要解放军动不动就封锁 我们有天然气除尘槽的 液化天然气除尘槽的这些港口的话 我们会受到很大的这个威胁 另外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发电量这一块 就是我们觉得好像还蛮不错的 但是现在的这次中共的飞弹 它打的是台湾周边沿海 如果真正发生战争的时候 它有些一定是封锁你沿海 但是呢你一些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设施 可能会被攻击的 这里面当然可能包括我们 某一个除气战或除油槽等等的 这是可能的 所以它只要打的除油槽 只要打的除气战 其实台湾越多完了 除飞量马上下降 除飞量马上下降 而且造成当地这些民生经济的 这个恐慌还有不变等等的 所以我们不要那么乐观 看这个数字怎么146 好像可以过了这个 翘二郎腿过的日子一样 其实并没有 我们要很小心 接下来问一下黄教授 因为我们刚看到 接下来就说这几天 受到中国大陆的经济制裁 包含了一些农鱼产品 都受到的制裁 没有办法运输到中国大陆 还有就说大陆的天然沙 也禁止进口到台湾来 除了这些之外 接下来经贸的惩罚之后 下一步会不会变成金融制裁呢 这个部分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中国大陆 他现在对台湾的所谓的制裁 第一部分我们刚讲很多就是军事方面 第二部分看到了也不少就是在经贸方面 刚才您问到说有没有包括金融方面 金融方面其实我们确实有一些银行在大陆有设分行 然后也有一些台商在这些金融的这些往来 那会不会做到 因为我们也知道还有一些所谓的绿色的银行 也在大陆开了分行 所以大陆如果要做的话 它不是不可能 因为它非但都可以打到高雄港外面了 它可以挑绿色的银行 请他们就地解散 当然我讲很夸张一点 就地解散 或者是给他们这个很不好的经营环境 让他直接退出 这个不是不可能 但是如果他要无差别的攻击 所有台湾在大陆开设分行的银行 我不觉得那个可能的 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个军事的 经贸或金融的 还有第三个层次其实我还没有看到 但我担心会出现就是外交 外交的部分 外交虽然说国人现在很无感 但是不要忘记现在已经8月了 9月就是联合国开议 然后联合国开议 当然我们现在蔡英文政府 其实她骂马英九政府骂了半天 但她没有去冲到联合国会员的争夺站 她跟马英九做法一模一样 是联合国外围单位 9月联合国开议 很多国家的代表或者元首 会在纽约见面 我们的邦交国会见到中共官员 我们接下来可能在外交上 会遇到一些挫折 在外交上可能遇到一些困难 不管是平常他们双边联系 或纽约联合国这个开会联系 邦交说不定会不稳 这个部分是接下来要观察的 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记得打上我的这个 折扣码 CTI 717 我记得弱鱼帮你来打折 绝对担心 如果写净了 第二个字幕